OdioJungle 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高额关税,此举被视为是保护美国就业,但太阳能产业却称,此举是令美国太阳能电池板涨价,社会需求减少,最终令数以万计美国本土光伏产业工人失业,形同搬石头,砸自己脚。 据香港经济日报网站1月24日报道,美国政府为帮助苦鱼和海外低价产品竞争的美国企业,针对进口光谱产品寄出贸易保护措施,对太阳能电池板征收最高达30%的重税,这会让大家重新找到工作,我们会重新生产我们自己的产品。 特朗普在签署行政令时表示,但值得注意的是,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,美方限制中国这类产品进口,即减少美国市场上的供应,这辈子有机会推高美国市场的光伏产品价格,美国业界和消费者将尝到恶果。 路透社引述美国太阳能工业协会主管FG Ross Harper指出,我们并不乐见这一决定,就按基础经济学来看,如果你提高了产品价格,就会降低该产品的需求。 美国业界估计,中国光伏产品减少进口,将提高美国安装太阳能面板的成本,并以致数以十亿计美元的投资,扼杀数万个工作岗位。 因此有人质疑特朗普此,据是否会弄巧成桌,造成大规模裁员。 该协会预计,此项关税举措,可能使得今年美国预期安装的十一级把太阳能下降两级把,导致今年减少2.3万个岗位。 美国太阳能行业拥有逾26万员工,是煤炭行业的5倍多,其中约14%从事生产工作,剩余员工绝大多数是安装工人。 研究机构伍德·麦肯兹公司认为,在未来5年,该关税降令美国新增太阳能面板,安装数量减少10-15%,亚利桑纳州共和党参议员麦肯恩发布推文称,针对太阳能面板征收关税,无非是对消费者争了税。 资料图片,美国总统特朗普,新华社记者因博古社特朗普,虽然输掉普选票数,却仍然赢得2016年大选。 然后,美国情报机构又认定,俄罗斯政府利用互联网工具干预大选过程。 文章称,这只是我们这个现代技术驱动型社会,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。 当十亿人手边都有印刷机的时候,我们如何筛掉那些不实信息,当信息的目的似乎不是提供指示,而是巩固偏见。 我们如何确保高知新闻的收集,急需出台新社会契约两年前。 克劳斯施法部曾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出,我们正处在一场技术革命的初期,这场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、工作,以及与彼此关联的方式。 这些变革正在高速发生,本月,施法部和论坛指委会委员尼古拉斯·戴维斯,发布了一部后续著作《塑造第四次工业革命》,提出我们不能只是任凭新技术出现,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帮助塑造那个我们希望拥有的未来。 在我看来,两种新的数字技术,正成为这场革命的奠基石,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。 但是,革命也带来破坏,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,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,来应对这些大规模的创新。 20世纪,国家建立了全球机制,以促进共同行动,解决全球问题。 但是,让我们面对现实,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,在解决当今的种种恶性问题时,实在难以胜任。 这说明,我们需要新的工具和权力结构。 文章称,世界经济论坛大概是致力于从多利益有关方角度,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机构。 这些问题也将是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核心。 但愿特朗普就不会让我们过于分心。 因为,老实说,难以想象特朗普能给这些争论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,他多半只会打破很多瓷器罢了。 2018年1月24日10,27比20。